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情 爱情保育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育站 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育站的官微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在线情感互动 同样是用您的手机 打开微信 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育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你来拿 爱情保育站的官方图书 爱情保育站 保卫你的爱情 正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 以及当当网 京东淘宝网上热销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在这个月的20号的上午10点钟 爱情保育站的栏目组 将在天津图书大厦 举行签售会 我徒脸陆琪余季 我们一起等待大家的到来 详情请观众朋友们 关注天津卫视 和爱情保育站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周永明的节目主持 严品亨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素爱严细社的主理人 陆琪 录老师 欢迎陆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陆琪 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了解一下今天 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是一个特别渴望爱情的女生 直到遇见她 她就是我理想中的样子 现在我们在一起一连多了 之前她对我特别好 经常带我去吃 去玩 手机也24小时开机 随叫随到 但自从她工作以后 对我越来越冷淡 还经常和其他女生 在微信上暧昧 她这样让我越来越 没有安全感 本以为我们的爱情 是可以历经风雨的 但是现在我看不到未来 这段感情 我不知道还能坚持走多久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姨23岁 来自湖北健身教练 女嘉宾小王27岁 同样来自湖北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当中说 这是你理想的男生 是吧 是的 能描述一下理想的男生 是什么样吗 人心肠特别好 然后长得很高 对我也很好 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她完全都符合了 是吗 之前是符合的 之前是符合了 恋爱一年多是吗 对 是的 今天来的主要要求是什么呀 因为我跟她两个 也谈了一年多了 本身我年纪比她大 就是冲着结婚这个目的去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她对我和之前相比呢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我没有之前那么关心呢 而且经常会说 她工作很忙 也没有时间来陪我 所以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是希望 她能够给到我一个 肯定的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能够确定跟我结婚 什么时候结 一年内 你又没有跟她说过 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说过 你怎么回答的呀 因为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刚开始从事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需要时间来沉淀一下 所以我给她的时间是两年 两年之内我不考虑结婚 你提的是一年之内是吧 对 哎呀 这可麻烦了 怎么样现在两个人处的 她跟我说嘛 她最近的时间都是 要放在工作上 想花时间去奋斗事业嘛 其实我也是挺能理解的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她换了四五分工作了 说明她的心 根本就没有静下来 还是比较服的 她怎么去奋斗她的事业啊 怎么去实现她给我的承诺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毕业了 刚毕业肯定想找一份 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你刚毕业就是借口吗 做什么事情 人家有些人 刚毕业一份工作 也能做五六年 做个七八年的呀 咱这样吧 你也不是他们公司的人力资源 咱不说她工作这点事 行不行啊 咱说她跟你的感情可以吗 她对你好不好 她以前对我是挺好的 但是自从她去换了 那个健身的这个工作之后 她对我跟之前 就完全不一样 她经常用她的手机啊 还有微信啊 跟她那些客户去聊天 而且聊的内容都超过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什么亲爱的呀 宝贝呀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看了之后特别不舒服 你看到那一个 那一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们彼此聊天都是这么聊的 就是一个泥称而已 而且那个女生的话 跟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么聊天的 那不单单是我一个 但是你手机里面 跟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去聊的 而且之前我给她去发消息 她都是秒回的 但是现在经常不回我 就是有一次嘛 我就跟她去发消息 早上八点钟给她发的 等到下午五点钟还没有回复 但是她在微信 在朋友圈里面发了好多条动态 而且还在里面跟别人在那里 评论呢在回复 那她明明拿着手机嘛 她又不是没看到我的消息 她怎么就不给我回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有什么事就跟我打电话 不要跟我发微信 因为我现在做这份工作的话 加了好友比较多 所以说我现在一般的话 就不会去看微信 那你又不是没用微信 我们之前也都是用微信去聊的呀 那你看到我的消息之后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一下呢 就总是让我在那里等 问一句啊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 因为之前参加一次活动嘛 就是跑步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跑不动 然后就跟大队伍就离得特别远 当时她看到了 就主动解慢她的速度 然后下来陪我 跟我一起跑到终点去 然后就认识了 后来对她的印象也特别好 那谁主动追的谁啊 她追的我 你知道她比你大四岁吗 知道啊 只要我喜欢她就够了 喜欢她就行 你朋友们怎么看你们这段感情啊 有人说吗 有人议论吗 有 有一次他们公司有个活动 她就把我给带过去了 我们晚上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她那个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啊 就在那里说 找女朋友 千万不要找比自己大的 因为比自己大的 特别是女生嘛 到了三岁之后啊 老得就特别快 以后呢 你要是想出门 你都不好意思带出去 而且当时我也在桌子上嘛 本来我对于年龄这个事情 就特别介意 我就想她站出来 主动帮我去说两句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 还在那里附和她的朋友 后来我饭都没吃 就直接就走了 她也没有说出来要送一下我 第二天她还跟我说说我不对 我知道你介意你的年龄事 所以我没有跟我任何的朋友 包括我的同事就说这些东西 假如说我嫌弃你这一块 嫌弃你那一块 我会带你吗 那你明明知道 我对这个事情很介意 你当时怎么就不帮我说话呢 希望她说什么 她可以去说 她说我觉得这个年龄 都不是问题嘛 这个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两个人有感情 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她没有反驳意味着 就她自己心里面还是 对这个事情是有意见的吗 只是说她在我面前 没有表现出来吗 那个 你评价一下你的女朋友好不好 她刚才说 她理想当中的男人是 对她好 心地善良 个子要高 对吧 她是你要的那一款吗 我当时看她第一眼 就感觉特别舒服 第一眼 舒服 现在呢 就是你跟她一年多相处下来之后 你觉得这个女生是什么样的 自从我刚刚教练在一行之后 她开始脾气变得暴躁了 老是还冲我发脾气 上次我和同事吃饭 我就带着她一起 她完全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同事就在那里 她就当着她的面具说我 那我之前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你之前怎么没说呢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啊 那我这个脾气还不是你给灌出来的 你要是之前我说你的时候 你就跟我讲了 那我现在我也不会这个样子啊 我问一下 到底是因为教练这个工作出的问题 而因为在教练这个工作上 你认真工作了出了问题 你告诉我 我感觉就是 我以前可能从事别的工作 时间比较多 陪她的时间也比较多 自从我干了这个工作之后 从早上九十点到晚上十点 每个月就四天休息 基本上陪她的时间就那么四天 她可能感觉的不够吧 那你还好意思说 你有休息时间 你陪了我几次呀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你是觉得被她冷落了啊 是的 因为她之前嘛 她对我都挺好的 而且她之前做什么工作呀 或者说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比较宅 就没有说跟那么多人去打交道 所以我也挺放心的 也就是说她跟你谈的 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实际完全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纯纯的一个男生 你害怕她变是吧 对 有一点担心 双方家人见过吗 没有见过 但是都知道对方 人家说了一年之内结婚 答应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自己感觉啊 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需要一个时间去奋斗 我希望她给我这两年时间 那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你也可以去奋斗啊 我又没有说不让你去奋斗 而且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之后 你以后要奋斗 我还可以去教一下你一些经验呢 教 我不知道我到时候去你家里了 看见你的父母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不是 你犯了什么错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了 对啊 你又没做多什么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呀 我只是 我只是 郭文贵 你是要她房子车 还是要她这人 人 你还听听 但是我介意啊 不不 人家不介意 那我不介意啊 我也没说你什么呀 那我都不介意你 介意什么呢 你是特着急嫁吗 年龄不大呀 才27嘛 过两年我就三十了呀 你是下定决心要 三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是吗 不管这男人爱不爱你 适不适合你 是吗 我觉得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呀 只是说最近她工作之后 就是可能她对这个工作 那这事怎么办呢 把工作换了 那她可以在工作和我之间 找一个平衡呢 留点时间给我呀 明白了 你愿意吗 就是说在我有时间的时候 去陪陪你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跟你一说这个事情 你就说你忙 说那个事情也是工作很忙 我给你们俩一个极致选择 假选择你们答答就行了 第一个 为了不失去她这个人 我愿意等她向我求婚 不管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这是选项一 选项二 一年之内你要不跟我结婚 你给我走人 我也不跟你耗了 你选择A还是B 觉得两个都挺难的 你就选择A还是B 选第二个吧 一年之内不跟我结婚 你就走人 工作何取的 选一个 我都想要 我都想要 你先去选一个吧 但我现在想选工作 好了 两个人这个都把自己 真实想法算说了 那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我们一起进入到秋比特奔卷 你一开始就说 总在等她 她很忙 等她下班 等她陪你 一个月只有四天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不是靠等待 就可以让一个男人 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其实在她 真正进入社会 尤其是做了健身教练之后 其实这个世界 对她来说 打开了另一扇窗 外面是很精彩 吸引到她了 但是这是不是就说明 她对你没有那么爱了呢 其实也不一定 你要区分爱和陪伴之间 些许的距离 有时候爱一个人 他可能真的在这个阶段 没有时间陪你 不代表不爱 而一个人可能天天陪着你 并不代表他就那么爱你 你自己要冷静地去分析 在那一个月四天陪伴你的时候 你觉得很快乐 质量很高 我觉得可取 如果你觉得四天都是敷衍我 那这种没有质量的陪伴 不要也罢 你觉得那四天 有没有质量 我跟他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还是挺好的 挺开心的 其实你心里知道 他还是爱你的 只是在这个阶段 陪你太少了 还有 其实结婚代表 他爱你愿意负责任 于是结婚了 但是如果他爱你愿意负责任 但是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娶你 你就要放弃啊 因为我觉得我年纪也大了 万一以后 没有什么结果 我就 其实感情都是一样 无论结不结婚 不好好经营 最后都会失败 如果你爱他 不用太着急 这是他成长的阶段 这是我说给你听的啊 但是我得跟你说啊 小伙子 你没问题吗 你这个跟人家叫什么宝贝亲爱的我想你 这是朋友说的话吗 其实你心里多少是多了一些活络的 所以你要想想你够不够爱他 你比他小四岁 你能不能承载这份 已经是希望走入婚姻家庭的爱情 你说两年以后娶他 这是借口 一年和两年有区别吗 所以你要考虑这段感情 你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谢谢 你们两个问题比你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你可能觉得我逼一下婚就没事了 跟以前一样 但我可以告诉你 问题比你想象严重得多 某一部分男生对女生 他的态度是有一个曲线的变化 从一开始我想追求你 然后是我很爱你 然后是我们在一起我不想分手 然后是我想分手 然后是我不喜欢你 最后是我讨厌你 他现在正处于一个 我不想分手和我想分手的交界处 这个曲线已经过顶了 慢慢开始下滑了 你要为什么 因为学校和社会是不同的 一个人从学校跨进社会之后 这个人的变化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而你还沉浸在他还是个学生 可以花大量的时间陪你 当学生的时候 他一天可以用24小时来谈恋爱 但进入社会之后呢 他有生存的压力 他会认识很多人 这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问题就在于你 为什么你没有任何变化 姑娘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爱情在你的生命中 占百分比是多少 百分之七十 好 你觉得婚姻能带给你什么 婚姻可以给我一种归属感和家庭感 为什么你的人生里面会有百分之七十是爱情 你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谈一场恋爱 你自己的人生呢 你自己的工作呢 你的梦想呢 很多姑娘说一句话 说结婚就是把我变成我们错了 如果把我变成我们 你就没有了 变成了我们这一个整体 你的个人意识被吞没了 结婚是什么 结婚是把我变成我和我们 我的一部分融入家庭 但我还有一部分是有独立的 我没有让你们分手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你要有接受分手这个能力 你要有这个不成我还有下一个的能力 你要有我今年二十七岁 但是我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只会比现在更出色的能力 而不是现在你绞着手指告诉我说 我马上就要三十 三十要怎么样 你能不能更好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好吗 打开天窗说亮话 姑娘 她现在很烦你你知道吗 你感受到了吗 你知道她为什么烦你吗 因为你把婚姻变成了强买强卖 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嫁不出去呢 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说 因为我年纪大 变老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其实你接触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 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 来自于她的精神面貌 你会发现 有很多年轻的女生 拥有着非常时尚的穿着 但不能开口 一开口就俗得很 你有的时候你会看见 现在有一些快到四十边缘的女人 事业上有一定的成绩 也不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她们非常知性 而且对自己的生活有要求 这样的女人很可爱 她有她那个年龄阶段 独有的魅力 所以你将心比心地想一想 当你都变得不可爱了 谁愿娶你 跟那个健身房里面那些女生相比 你说谁可爱啊 肯定是那些更可爱 对吧 但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如果你要是接近于她们的生活 或者时间一长久 你会发现 有些女人可能比她更招人烦 因为至少她 爱的可能是你这个人 而那些女生可能看中的只是 你对她们的服务而已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想再试一试 但是请你坦诚地告诉她 不是奋斗的问题 也不是不愿意见你父母的问题 就是不想结婚 就是不想从此被锁住 因为现在你的这种讲法 让我恐惧婚姻 同时我还想更尝试 多彩的世界 你直说嘛 另外还有一点 你现在既然是一个有女朋友 有身份的人 请你跟别的女生之间保持 应有的距离 宝贝是跟谁都能叫的吗 你咋不叫我叫宝贝呢 即便跟她分开了 将来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你也切记 如果跟别的异性 不保持应有的距离 和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你将永远获得不了一份真爱 明白明白 能不能待会儿直接说 其实不愿意结婚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人不对 人要是对了 什么奋斗啊 什么财产呢 那都不在话下 就是人不对 好吧 直接告诉别人 别说什么两年三年 其实你心里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娶她 坦诚地说出你自己内心的话 好吧 就这样 听明白了啊 你也听明白了 行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我们在一起 也有这么长时间了 虽然说我踏入一个新的环境 而见识了新的人 但是 我要告诉你 我依然喜欢你 我现在 不给你准确地回复 是真的 我怕我给不了你 我想要给你的东西 希望你能再等我一会儿 我跟你两个 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 你之前对我的好 我都记得 但是 你现在 对我的这样一些态度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 再考虑一下 嗯 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看看两个人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哎 来吧 自然我从事了这份行业 可能说没有像以前了没有 去去 照顾它 得了 不想说不说了 你又保持沉默的权利 不想说不说了 请回吧 谢谢你 也许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种拮据是最好的吧 各自珍重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辈诗 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女友订婚后 她像变了一个人 不爱见我 有时候电话也不接 和她商量结婚的事 也商量不通 后来又提出无理的要求 非得要求房子付全款 才结婚 她总是这么无理取闹 没有主心股 她父母总是掺和进来 我到底该不该和她相处呢 看来你的女朋友 并非心甘情愿地嫁给你 那既然不是你心我愿 不如一拍两散 否则的话 截了还得离 好 谢谢 谢谢兔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一辈诗 一辈诗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